一箱一箱做好分类的箱子 装着不只是干净的旧衣裤 更是土城区公所 全体同仁的爱心关怀 响应区长邱武全发起的 捐赠旧衣活动 好让这些衣服找到新的主人 带来更多温暖的爱心心意 说公所跟他长期而作 那社会上的爱心 得到很好的回想 那我们件衣服 这个本来就是 平常大家都会有爱心 但是衣服既然不穿 我们就能够捐出来 那这种捐出来 而且同仁都认为说 我能够把新的衣服也捐出去 那也是对这个 NLA他们的爱心 他们是大爱 我们只是小小的一点东西捐出去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的 今年二月发起的就衣捐赠 收集了七箱衣库 今年十一月的就衣捐赠 经过两个礼拜的募集后 整整多出了一倍 在仔细分类整理之后 捐赠给土城中央路上的基督教恩友爱心协会 提供给弱势居民考过冬 今年我们再次收到区公所的通知 说今天要再捐赠给我们这个衣服 那我们也是表示非常的谢谢 最近没有在工作 就来这边吃饭 这样子而已 区公所利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弱势朋友 这个是很好 送上了爱心服饰 区长另外买来的水果和甜品捐赠食物 希望在寒冬来临之际 能够先带领公所同仁做好事 期盼更多社会企业 为弱势团体及居民 带来更多实际关怀的行动 中佳新闻林立如刘帆刚 主持人报道